可以试试 17元一斤 这是猪肉丸 那块比较肥 这块 这块比较漂亮 一层一层 还有这个 尽味 你们多久没喝过 真是斩暖而上 刚才我经过看到客人 好像烧鸵多些 我还没吃 这个皮 这部分 脆得像鱼 真的 而且它也不算很肥 如果大家喜欢吃烧鸡 这里真的不用疏失 而且这里来韦州 其实不是太远 韦州的烧鸡也是很好吃 又是好看 哇 热 这些是什么 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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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了 25元 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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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六 我现在所在为 增城仙村 今天老婆带我来 吃烧鸡 刚刚好 10点 没有理由 这么早去吃烧鸡 我发现 这里有个市场 增城的农产品 特别多 你看那些粟米 全部都购买 有些还会是自产自销 话说以前我的总公司 上一份工 总公司 就在这里 就在仙村 所以当时经常要回来仙村 駕车就在广州市区 駕来一个小时 我们是计划前面 在仙村市场行走 但是未到市场 已经有那么多摆档 雜市 这些应该算是 那些叫什么 临时摆卖区 老板这些是什么品种 华芝 什么时候摘的 今早 今早 今早就摘 5元 5元 4元 4元 4元买些 跟大家说过故事 我当然不懂 是一个松化同事教我的 懂得吃荔枝 一定是早早摘 没有现在这样热口摘 因为为何呢 早早摘就没有这么热气 不懂那些 就晒着太阳去摘 傻仔 所以先头我问老板 老板都回答我 是与不是 我没有办法证实 他说今早早摘 起码 每个都是 你看那些枝 老板连摘转枝 都未曾有空 这里卖几次 可以价5元 还4元 我怎么还价 可以买买些放在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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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些 未吃都已经知道 懷之 先头我们在过来的路上 看到有一档 卖先进凤的 但是呢 有个问题就是 先进凤 现在已经过了最佳食用时候 而且价钱是很昂贵 开价到23元 还20元 都不买了 所以买了些龙眼就算了 对呀 值得买 真的 就这样放在这里 还可以任你选择 而且有风吹吹吹吹吹吹吹 这些就不是远柱混迷 这些就是本地 对 没必要回数 还有西瓜卖 前边这里有荔枝 所以我们买这些4元 都不能去哪里 可以这样说 这些挺过瘾的 还有在我的右手边 还有一条混河 是的 混河路 这里叫做 在这里买东西是过瘾的 你看见哪样 哪样 黄皮都已经有得卖了 仙川 珠川 这些米是漂亮的 这些是有个 卖米 有个好像工场 4元 3.3元 橡牙尖 3.8元 平心而论 实话实说 我以前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对仙川 就感觉并不是太好 说真的 我又试过因为要去睡所 跟着走的时候 然后坐巴士等了我两个小时 真是傻 又试过 临临总总 我不用说 但今天来到这里 好像都挺过瘾 以前这里 已经见到一条江 应该是增江支流 这里就是蔬菜临时 早上六点半就开始了 有很多蔬菜卖 这些都是在疫情当时衍生出来的 因为很多室内市场 没有人敢进去 做了这些临时摆卖点 让菜饭可以卖到菜 时至今天 既然有了 保留了 就继续用了 你看 很多这些 好像在广州 甚至乎 清远我们都见到这种菜当 因为它不用进室内 在这里附近 都是有比较多人口 当然 本地就不是太多了 都是在外内打工 因为附近 你慢慢都想不到 其实有几个大厂 其中一个就是 京东 京东商城 一个很大很大的配送站 那些货品就运到这里 然后就散落去 一个可能是东莞那边的货品 过来这里 作为中短站 入广州 第二个就是 还有几个大的快递公司 还有我以前的公司 不过就 相比之下 当然小很多 甚至乎 在这里还有 汽车的学院 汽车的厂 各种都有 这些是漂亮的 是的 这些漂亮的 还有些散点 没有那么新鲜的 三元 因为曾城仙村 这里近东莞 所以才能我们驾车过来 经广延快速路 一路上都会有很多东莞的车 东莞的工业 东莞的工业 都不自然发达 是不是 东边就看东莞 所以在这里附近 都会有很多制造业 哇 已经见到有猪肉了 我们上次去沙丸市场 买的那些猪肉 这些香味都吃光 放在冰箱 因为常常出街吃 还有什么 肉饼 好啊 好啊 17元一斤 这个是什么肉丸 是猪肉 猪肉丸 猪肉丸 好似好吃的 以前有同事说过的 全部都是17元 这些 好啊 好啊 这个我喜欢吃 干蒸 那些可以吃的 18元一斤 那些 蒸好吃 可以吃的 现在可以吃的 可以买 那里要多少粒 要 9粒 这么厉害 9粒 好啊 干蒸 干蒸 真干蒸 对吗 这个 吃肉大蒸 看见不见 好香 刚刚煎好 21元 我一起付钱 好吗 好啊 这个 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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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 虎 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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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 好 够了 够了 美女 我们在别人这个位置吃 我最想吃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糊头 饼 糊头肉饼 站在增江边吃 后面呢 就是猪肉档 厉害 这边呢 就是江边 很香 但是 可能真的 早上 煎的 现在不是最新鲜的时候 但是 很好吃 它的味道 很适合 很好吃 嗯 它有些糊头 又有些 五香粉 嗯 就是可能 怎么说呢 虽然 虽然 不能这么说 因为以前老师 但我们在附近 找好东西 可能他们会适路 其实我恨整个东西 好吃 吃那块蛎鱼 是真的 可能我说蛎鱼 那些我们不懂得找 通常很多的农庄 各种 尤其这边的米 又漂亮 我说什么 它是吃点苦瓜 我不吃了 你可能吃得比较小的 对 老师搭了少少 那些小的给我们 让我们试味 嗯 试一下 嗯 嗯 挺好吃 嗯 嗯 不知道有没有鱼胶 有没有鱼胶 老婆说下次可以自己试一下 怎样做 这边是苦瓜 真的可以 摘下来 我最期待的 这个 当然是猪肉 我很喜欢吃些鱼肉烧米 哇 黏得很实 这个不是鱼肉 这个是猪肉烧米 干净烧米 这是手工的 嗯 手工的 当然是做不手工 十多元 这个总共给了二十多元 这个好像是十一 十一 有九粒 大部分都是肉 即是一元鸡多一点 很便宜 很便宜 就算我们回到龙津路市场 都找不到类似 好了 我们又吃饱饱 我们的早餐 最初是打算去吃些腸粉 通常这些 村里面的市场边 那些腸粉 大多数都是没有冷气 与其说 不如 试试其他风味 吃腸粉 翻铺鱼也可以 就是这里了 仙川新街市 外面热闹 里面 一来到我们就看到这些烧肉 我就知道 增城这边的烧肉 都很漂亮的 深井烧猪三十元一斤 买一斤送一斤咸骨 买半斤送半斤咸骨 还有荔枝木烧 为什么我会说他们这边漂亮呢 你是不是一回事 最起码都 这里的荔枝木多 不出奇 不出奇 哇 多新鲜 多漂亮 可以买些 试试 要一斤咸骨 还有叉烧 我们要买这一斤 一斤左右 一斤 买一斤送一斤 我们买了三五十五元烧猪 它看上去的皮 跟我们平时在市场看到的不同 这些皮 比较浅色 这个部位比较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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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们选的烧肉 其中一个部份 一层一层 30元 这个是漂亮的 哇 多大袋 我都不拆开看了 其实我想吃一块 这个 吃不吃 等一会 等一会 要走市场 不吃住 放一放先等它 中热的老婆说 市场很奇怪 你说地下没有水 那当然有的 始终都是 生琴 糊乳摆卖 你说没有水 那些要去City Super 又有漂亮的糖室 金黄色的 美女又在这儿 在刀鱼 这边又在卖背 而且室内有些风吹来 不像在外边 江边晒着这么热 有多好 完全改观 真的 可能我以前 未曾来过这一部份 那倒是 我以前都是 在瑞索多 这里就是市场室内部份 我记得我们以前的同事 都有说 来这个马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白江市场 他们都会 进来室内 那些菜 好像没有鲜楼外面 那么热闹 但事实上是 就行得舒服 事实上是 又有很多菜 都不慢慢做得到 不过 都是好像之前 我们所说 他就不会明白 实价写着 通常我们都 不太喜欢这些 因为你问完价 不买 又好像不太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一带 我们应该都是 看看就是 再来前面 就是鸡蛋 鸡蛋买不买 不买 家里还有 那女儿说 要买什么 那女儿今天没有陪我们来 她说要在家 研究怎样做蛋糕 因为现在已经 已经考完试 成绩都知道了 她就不用再温书 但是她听见 来真诚 我们也哄她 说吃烧鸡 她也说这些不太适 她研究做蛋糕 我老婆对蘑菇的认识 是很深的 我这些当然不懂 很多人跟我一样 但是 在市场边 都会贴着这些告示 究竟哪些菇 你是不能吃的 它们生什么样的 吃了就要珍惜生命 对不对 我们都是喜欢室外部分 比较多 好像面前这些 又有些干果卖 好 我们就试试这个烧肉 哇 新鲜热 选哪一块好 这一块 这边 边边这些 边边这些 那块肥一点 这块 这块很漂亮 你看 这五层 一层一层 哇 皮脆 很鲜 你看 上面的皮 很脆很脆 好像在吃那些 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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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鲜 下面 这些肉 这些位置 有很多甜味粉 它都不会 很咸 好吃 我想吃这块小 但我捧着 让我老婆吃完 好吃 我们上次买的 一分钱一分货 我们上次在百元区 买的主打是一个便宜 便宜 便宜了16元 这些肉 我当作为 烧骨 5元鸡 便宜了25元 一斤 嗯 没有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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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脆 真的没有一顶 很脆 这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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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红的肉 更漂亮 脆薄薄 增浅肉 好吃 你要看部位 嗯 很脆 看它是否新鲜 这些肉 这些肉 现在是10点半 还未到我们吃饭 可能再走一会儿上车 因为在这里银车过去 我们吃饭 大概是20分钟不到 便过得到 那里是位于猪村的 猪 猪红色的猪 不是走来走去的猪 我们面前这条路很有趣 上面那些屋 大家看看 这里叫做新法路 一二三 四层楼高 只是有 又不像村屋那种感觉 好像那些六七十年代 但是还有四层楼高 接着又买香蠢 啊 把這一間鱼吃完了 买香�ue lavoro 价格 son 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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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一斤 多少钱一斤 多少钱 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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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我们买多些2元 吃不到 早上买了 这里还有椰子 老板帮你开卖 鲑鱼市场集中一点 因例很大 没有什么细市场 增城这里散一点 大都大 外来人口都多 当然本地都有 叔叔阿姨 他们都是本地农民 平时自己家中了 拿些出来吃 刚才我们买了酥椒 大家估计多少钱 2元 可惜吃不到 原来可以再买多些 又有椒 又有黄皮 旁边的马蹄 又漂亮 有泥 这里还有豆腐花 搞到我想吃一碗 或者买一瓶豆漿也好 都是不好 我们当然还有很多东西 还有热的豆腐花 都是不好 对比花刀 新华市场 这里看上去真的费力很多 都够大的 里面是村屋 出租屋 这边还有卖饼店 叫做兴华饼家 这个好 麻薯 旁边还有蛋撻 麻薯是多少钱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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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呢 三元半 三元半 都是三元半 我想吃这个 这些是旧色 旧色 最喜欢来这些旧色的饼店 現在舊式已經有包裝了 不像以前擺在店鋪 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焗爐 有自己的工廠 自己去拿貨 一定是最好吃的 最新鮮的了 這些蛋糕就不是擺放得很久的 但是加得添加劑少 這種麵包店 你的麵包放到第二是硬身的 不可以擺放太久 所以也不會買太多 就是這樣 你如果是那種 例如連鎖我不說什麼名字 就是別人那些 我試過 以後日還是軟臨臨 那些麵包 現在的時間是10點39分 天氣越來越熱 來買東西的人肯定是越來越少 那些早餐檔全部已經休息中了 還有為什麼我們會喜歡這麼早來呢 反而市區市場傍晚去 就是有幾個原因的 通常他們這些非不是在市區的市場 都是早上才最熱鬧的 現在已經接近尾聲了 比如像上次我們去到順德的市場 就是這個道理 還有這個 大家看看 晉慧 你們多久沒喝過 上面還有一個卡通人物 你們認不認得到 再來還有潮州肉園店 厲害 不過我們真的買了很多 不作考慮 前面就是我們先頭經過的那條運河 我們回去拿車 現在準備去吃午飯 既然未夠中食飯 我們又來看看這條崗 我剛才查到資料的 在曾城就有幾條崗 東崗、曾崗崗 其實都是支流的 就不會說獨立的 這裡還弄得這麼漂亮的 挺漂亮的 是吧 花不少錢的 上面還要是荔枝的圖案 曾城搞旅遊業是有一定的辦法的 每個產業都頗豐富 這是它的大優勢 荔枝就是最出名的一件事 當他們生活負足了 有了錢之後 當然是整理好些居住環境 挺安靜的 只不過今天實在太熱了 就沒什麼人走 其實如果不是的話 抽涼時間 這裡不可以釣魚 寫到明下 應該會有很多人在這裡 走來走去欣賞風景 再來還有一些這麼古舊的屋 這些應該是以前那些 近河邊 它不能夠太近 所以拆了它的屋 這些已經拆了 沒有人注意 反而這邊就是先頭 我們買菜、買荔枝 那條路 那個臨時擺賣點 這些便可以做 一來剛太近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有時會有河水泛濫 人命便會受到威脅 原來才打算去找個洗手間 但經過這裡 發現有個這麼古舊的天后宮 幾百年 原來他們這個天后宮 是始建於嘉靖年間 先頭我在橋上說 曾城這裡 除了荔枝之外還有什麼出名 我考考大家 就是這裡有個天后娘娘 我們是遊客 就是來拜天后娘娘 賣多少香油錢 這些便不是來做旅遊區的天后宮 這些便是當地村民在此 祈求國泰盟安的地方 然後阿姨又再帶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這些真是古廟 他不是說改動了很多 加入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真的保留回以前 他是翻身過的 先說清楚 民國的時候翻身過的 通常他跟阿姨都是一些 拜祭下一些 可能是以前幫過當地村民 又或者是行過醫的人 來到這裡 剛才我和大家說的故事 就開鼓了 就是何仙菇 旁邊這裡 話說曾城何仙菇 和曾城掛鹿 都是一段故事 話說曾城這個 不是這兩年才有例子 那些荔枝 剛才我走到那棵荔枝樹上 打算吃荔枝 但它那條瘦花的線 是綠色的 就留了一條綠色的線 在掛鹿上 所以應該來說 掛鹿是所有荔枝的品種 最貴的一種 是逐粒逐粒的盒子 入住來賣 比仙進鳳更貴 在這裏 曾城這裏也有那棵樹 現在市區也有賣 好像是賣到第三代 第一代 不是 它已經是培育了三代 酸的那一代 現在在市區廣州都有賣 都賣到不便宜 又是用盒子裝著 這是何仙菇 和曾城這裏的故事 我們便去吃雞飯 阿姨 哇 經過大概20分鐘左右 整天我們便來到這裏 這裏是吃燒雞 就是這裏了 脆皮燒雞 七十二元一隻 燒乳鴿三十五元一隻 乳鴿我們便不吃了 燒排骨五十五元一斤 不知道可以幾斤起叫 如果可以只一斤起叫 我們便會叫一份 如果不行便算了 因為吃不完 打包回去便還可以吃 再來還有燒豬頭骨也有 這些便不是我們最愛的 因為曾城這裏有很多客家人聚居 客家肉丸都有 48元 下面還有一些特色的菜 例如這個也是很有特色的 胡仔牛肉38元 水煮牛肉這些辣的便不便 再來還有這個 這個我反而想吃 涼拌青瓜28元 不要看價格這麼貴 好像貴一些 份量超級超級大的 還有如果不是有燒雞 我想吃這個 酸菜炒牛肉 酸菜炒魚仔 酸菜大腸 這些酸菜的菜 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至於蔬菜 我們都會叫一份 因為現在夏天 我們都會吃多些蔬菜 養生上湯桑葉 三十元一例 看看要青瓜還是桑葉 鐵板牛仔骨五十八 還有這個很吸引我 沙椎魚 份量大 而且打包可能不太好 翻到太好了 焦鹽沙椎魚 五十八元一例 另外不得不提的 就是鮮村的米 品質很好 在我左邊出去 就已經是一片一片的 度米全 全都是早早炸的 來到增盛 當然是吃荔枝 吃新鮮炸的 是吧 通常不用 通常都是 人家早早炸 因為我們作為遊客 暗迷到不對 應該是要人家炸的 夠新鮮 它不是大粒那種 四元 先說清楚 四元 那些 剛才 老婆去買龍眼的時候 它是老邊檔 來的 有先進房 剛才都說過 她試過 她說不太行 現在是你做的 對得起四元 這個價錢 對得起這個價錢 對得起這個價錢 來到增城 絕對不會少到這些 原先我們也有五個吃雞飯 不過我們只有兩個人 沒有理由 因為這裡的米很漂亮 所以雞飯也好吃 我們單人叫白飯 再來 還有龍眼 龍眼 上市 無奈 其實不是最好的那種 但你聽見四元雞之後 什麼問題都沒有 酸甜 就不是砂糖鶯 很甜 有麗酸 龍眼是幾千斤 我才給了幾千 我給了16元 是的 入了幾千元 又來講一下 來這裡的交通路線 這裡的地鐵站 就叫諸川地鐵站 距離我現在所作為 至386米而已 走過去很近 而且 它是會有車開到原村 原村是屬於五號線 對於我們 如果曾經去過這麼多地方 要開車差不多一個小時的路程 而又突然要換成 坐交通公共公共公路回家 這裏是最快的 因為在這裏 可以回到 譬如辦賓館 這樣一個小時 駕車都是一個小時 剛才我再查過了 坐公共交通工具 坐地鐵站 1小時31分鐘 就可以回到白雲賓利 如果我們是駕車的話 不走高速公路 1小時24分鐘 其實已經很快了 我继续吃荔枝 等烧鸡辣 没有了 别做了 是的 吃完这些水都差不多 一个送上来的就是凉拌青瓜 小菜 一碟烧鵝这么大一碟 真的 所以来到真诚吃东西 就是这么大件 如果回到市区 四分一都不止 青瓜够新鲜 调味我们的师傅 不要弄这么辣 这些用来配烧鸡最好的 很清新 青瓜都没炒完 烧排骨已经熟了 让我多吃两件青瓜 真的好吃 一定要点满下这些汁才行 接下来当然是试一下烧排骨 对吧 哇 它里面不算太大 这一件算薄的了 这一件算薄的了 我试一下这一件 与此同时 它们真的有配手套 但是 手套留下烧鸡 烧排骨 哇 很热 很多肉 要用我的筷子工来吃 是一种咸香的感觉 没有烟熏味 就不止去到佛山 有些我们会吃得到 但是胜在够新鲜 肉是很嫩的 是干香 这些就算是 拿到花鸡 今晚再煮饭吃都好吃 越咬越香 接着再配上一块青瓜 哇 真是斩暖的照片 五大只烧鸡 是的 刚才我经过见到 其他客人都有的 72 78万 我不记得了 五大只烧鸡 真的闻味 先坐下烧鸡 让我选择一个漂亮的部位 刚才老婆吃了一只大鸡腿 我选择一只鸡腿 先选择一只鸡腿 为什么说人家是烧鸡 这些就知道了 炸成那些是没有的 是吗 这些不是烧春鸡 这些是烧大鸡 老婆说像烧鸡 多些 我还未吃 这个皮 这部分 脆得好像一只鸡腿 真的 而且它又不算很肥很肥 如果大家喜欢吃烧鸡 这里真的不容疏失 而且这里来韦州 其实不是太远 韦州的烧鸡 也是很好吃 又是漂亮的 哇 烧鸡和烧排骨一样 都是有轻轻调的味 简简简简的咸香味 即使是先头我吃白肉 这部分 它也不会很粗 必点 必点 一定要吃烧鸡 而且这间外边 其实还有很多档 有几个牌子 有几间店都做得很好 我们选择了这里 因为可以看到 外边的杜米田 平时在广州 我们都会去一些 比较便宜 经济实惠的店铺 价钱都有 但是分量一定是没有 一般都不止 例如先头我们说的 那个 那个 青瓜 在广州 这里至少 三月到四月去睡 真是夸张 这些好像整个蔬菜 好吃 有时候你吃烧鸡 始终有点漏 再吃青瓜 增城的旅游之余 就丰富 但是 相比之下 那些山山水水 行山的 其实并不是 极多极多的 不像去到 惠州 楼头山 有一个 不得不得的 叫做白水寨 如果各位观众 很喜欢去行山 我觉得都不妨 不过 我建议是这样 在我二十四岁那年 左右 我去过一次 当时我体能很好 很多是如何 我每个星期 会踢两个小时球 每个星期 踢一次 两个小时球 那时体能很好 我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已经受不了 就是这样 又或者我用法力 不适合 但是烧鸡 现在都可以吃 吃到这部分 很棒 先头那边 整块肉 要慢慢咬 一边咬 一边咬 烧鸡肉很好吃 我觉得你要吃 要不然再放一点 就不好吃了 接下来 我选一块鸡胸肉 这个是壳 你看这一块皮 多漂亮 我选一块这个 其实我看对了这部分 你看它的皮 烧鸡肉很粗犷 被师傅削开了 皮下的脂肪 真的没有 但是又可以做到这么脆 真的难得 那些鸡肉真的够硬 而且先头我吃的那一块 因为靠近骨 就是这个部位 确实也有少量的 好像果木烟糞的味 这块又好吃 我吃完这块 只剩下那些 让老婆慢慢吃 那块不好 就留给女儿 老婆说这块 留给女儿 我吃一块鸡胸 让我看看 大鸡胸肉 老婆先来提醒了我 原来去白水寨 其实在市区都有新团 香港有没有旅行社做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回到来 跟港之旅 也可以 有团去 帮你去吃一顿饭 游山换水 挺好的 不过就真的要 留意着 行山那部分 我们最终埋了单 鸡已经打爆了大袋 吃了一半这么多 超划算 还有这个也是 吃了这么多 排骨也是 分量超厉 我想这里不是三个人分 而是四个人分 最终埋单是167元 超划算 几十在样样 两碟肉 如果我们在港洲喜欢吃烧鸡 市区那种 就去鲜苗烧鸡 以前常常都可以去 其实都可以 但是 现在贵了很多 很久没有去过 如果想吃烧鸡 真的要来这里 好了 我们回家了 下集见 再见 三分一天红价 太便宜了 这些 你住的没什么所谓 外面是外地的 那些当然没所谓 对 正正入职梁 就是 对 地铁 中间是走地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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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